现在我们算起来的结果 那么有一套详细计算的公式 通常呢我讲这个部分要讲八个小时 在学校里讲 就讲这怎么计算 City Group它的Liveage 上到32倍 摩根·斯坦尼开始算是30倍 后来发现它有很多没算 我们再把它算力去讲近38倍 就说它拿一块钱玩到38块钱 如果挣回1%的钱 它就在Liveage 也只是1% 那么对于这个投行的投资者来说 它就38% 那赚下来都痛快 但是如果赔了呢 赔了这个钱谁出 那么就要追了 追到最后就发现 你只要赔1% 你的投行就破产 你就赔不起 问题就在这儿 所以呢 大家拼命地炒作 就使得短期之内 财富总值迅速增加 但是实质上的东西并没增加 这个就是投行泡沫 而它造成的泡沫 比房地产泡沫要厉害得多 数量要大的多 现在困难就在于 我们没有足够的信息透明性 难以去追查 这五大投行 究竟捅着多大的窟沫 为什么 如果这个时候是一披露 金融危机 加倍 大家被信心的打击 还有更为严重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窟沫捅的 也实在是太大 那么我们下面呢 再来分析 刚才我们说 它是一个发散的过程吗 那么仅仅房地产出问题 投资银行出问题 为什么把全世界都给搞成这个样子 这里面 首先从理论上来讲 银行有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要保证流动性 第二要保证利益性 第三要保证清偿性 流动性的意思呢 就是说任何时候 你只要把钱存在银行里 你都到期之后 你都可以把钱提回来 这个必须百分之一百的保证 因为人们把钱存在银行里 并没有放弃它的产权 而且是有合同的 你假定是check account 那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提出来 他绝对不能说sorry今天我没钱了 这不可以 如果有一笔账他说对不起 你要提款我没钱了 马上就是几对 那别的人就不干了 所有的主顾说既然你没钱了 我的钱可能也拿不回来 更多的人来拿你就一定破产 所以流动性 第二个利益性 大家都清楚 你得挣钱 不挣钱银行办什么 你到哪个城市看 最高的大楼都是银行 没低运 它能盖这么好房子吗 第三清偿性 什么是清偿性呢 就是说任何时候 银行赚的钱必须归他 赔的钱呢 不能拿土户的钱来赔 要拿自己的钱赔 要赔得起 你才有资格办银行 赔不起你就没有credit 大家都不会把钱放在你这 叫做清偿性 那么我们现在 大家看一个图 这个图就是说银行的基本节 运行的原理 人们把钱存进去 有些错误啊 人们把钱存进去 然后呢到时候就with job 要提出去 从这边呢 应该把那个long out 放到这边来 就是银行贷款出去 然后贷款者呢 要pay back 这是银行的正常的流程 为了保证 它的流动性 所以银行呢 必须有15%的reservation 准备金 如果大家存100个亿给银行 银行贷出100个亿 明天到人来提款 储户来提款没钱 经过大量证明呢 你要留15 你就可以保证 在任何时候 95%以上的情况下 不出现支付方面的问题 为了保证 你能够有清偿性赔得起 所以银行必须呢 巴塞的协议规定 要8%要有自由自杀 低于这个标准 你就可能赔不起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只要银行贷款出门 就有风险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是non performing law 不良贷款 不良贷款 绝不远销不到零 可能会出现的 这是不确定性所决定的 所以呢 正常的结构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在正常情况下 银行有